今年北京冬奥会的冰湖比赛 将在开幕式前两天 也就是2月2号开始 冰湖运动常常因为 它紧张刺激的比赛过程 受到很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但是器材 场地 天气等限制 提高了冰湖运动的体验门槛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我们就来认识这样的一个团队 用陆地冰湖的方式 打开冰湖运动普及的新大门 找块平整地面 铺开递交赛道 一场陆地冰湖的切磋 正在怀柔一家体育馆中进行 这位姿势标准 注意力集中的青年 是北京怀柔一家冰湖培训机构的 陆地冰湖教练员李正南 95后的李教练 在大学时学习的就是冰湖专业 就是右腿跪下人之后呢 把我们的湖拉直于你右脚平行的一个位置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身体顺势往前倾 手臂速度的快点往前伸 伸到最前端你再松手 对 稍微微轻了 速度再快一点 再给点力量就可以 对 再给点力量 对 这个就非常好 对 这就不错 冰湖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 是一项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绅士运动 2010年温哥华东奥会 首次亮相奥运赛场的中国女队 就斩获一枚铜牌 自此这项独具魅力的冬季运动 开始受到很多中国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个 尤其是在我们的南方城市 没有真正的冰湖的场馆 它造价非常高 那我们陆地冰湖呢 这个场地呢 便于铺设 也便于大家去体验 容易操作 触手可及 陆地冰湖提供了一种 在无冰条件下 学习冰湖的新方式 具有不受环境 季节和天气限制的优势 除了不能上冰 擦冰外 其他规则基本相同 现在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是不是 对 这个时候呢 当两个队加起来的16只湖 都投完结束之后 我们来计算得分 第一点就要看哪个颜色的湖 距离我们大本营的中心点 距离最近 哪一方就是获胜方 第二点呢 在冰湖比赛中 只有胜方得分 富方永远是零分 五年前 李教练所在的团队 首次引入陆地冰湖的培训器材 并带着这项运动 走进了校园 企业和社区 除了偶尔能和同事切磋一下 大多数时间 教练们都要在各地 开展培训教学 我们跟随教练来到 北京环柔区第一小学 在这里将进行 节前最后的学校体验课 用力啊 把自己装进去 用力 平铺在操场上的一条赛道 十六只冰湖 迅速点燃了学生们的热情 这在学校 以及很多场合的培训中 都是常态 短短一堂体验课 总是让人意犹为尽 得了几分就感觉非常开心 就感觉这个冰湖比赛很有意思 我投的那个湖本来是没有得分 后来被别人投的那个撞进去了 所以就是有一个大家的相互配合 才让你得分 手往前一送 他那个冰湖就出去了 然后等待的就是一个惊喜 冰湖投出一课的悬念与惊喜 带给小朋友们许多快乐 也在学习中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王教练在团队中 主要负责企业的成人和亲子培训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特殊学校培训时 在孩子眼中看到的光 比如说关爱自立症的孩子 还有一些就是唐氏综合症 他们可能他们的世界里就是很简单 他们那天在那个玩到那个冰湖的时候 我脸上杨一群那种笑容 我觉得笑容这件事情是装不了的 对吧 它是发自肺腑的 你能看到他眼睛会发光 一年来团队在北京多个区的中小学 开展了一千多节培训课 也组织多场中小学生比赛 让不少青少年开始走上专业训练的道路 社区企业的培训也拓展到全国多省市 真正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今天不回家了 那就在北京过年 对 在北京过年 然后因为过完年之后 就会有好多企业 也是了解了冬奥会之后 他有可能就是来让我们去给他们做一个培训 那就也是以冰湖为主 借着冬奥这个东风呢 这次盛事的举办 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个冰湖的魅力 我们参与过很多比如说我们进学校 小朋友会说 说哇塞 太厉害了 我学到冰湖知识 冬奥会的时候我要给爸爸妈妈们讲规则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练或体育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荣幸的事情 还说 呀 孔子 杀 冰湖 冰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